台湾前辈画家江贤二最近几年移居台东开创了新的绘画高峰 大师旅居巴黎还有纽约近30年 十多年前在关渡画室创作的《银湖》系列 银白色彩在一片漆黑中渲染开来 像是映照湖水的光 也映照了画家当时的心情 近年来他定居的台东画室 东海岸的阳光和海景让他开展出一系列新作品 他说依山傍海的画室和台东的美景 是他每天创作的动力 依靠着都篮山面向太平洋的小房子 一望无际的景色 这是画家江贤二在台东的画室 作画时喜欢播放古典乐 挑高天花板 大片玻璃窗户 室内张挂着不同时期的画作 江贤二在这里创作 就像是与大自然对话 七年前刚搬到台东 那因为那时候还很天真很浪漫 以为在台东就可以空气这么好 在户外工作 结果第一天起来了 所有的虫啊 蚊子啊 通通连在我的画面上 所以没办法就把它钉个墙 做个物理 旅居巴黎纽约近三十年的 当代艺术大师江贤二推出个人传记 从巴黎左岸到台东比西里岸 书中畅谈他近五十年的奋斗过程 不管在巴黎 在纽约还是封藏 主要是我那时候还在挣扎的时候 还没有自己很成熟的作品 我不想面对外界 而且很重要的原因 我不是画具象画 不是画写实画 我画的是比较倾向于抽象 这方面 所以我不想面对外界 所以我故意把窗子封起来 故意把窗子封起来 因为纽约和巴黎时期的江贤二 把自己关在画室里 也因此这段期间的作品 被称为封窗之作 早期在海外打拼日子苦闷 当过卡车司机 在广告公司兼拆 苦过来的艺术家 有很多人生经验 我也常常欠年轻朋友说 不要这么年轻的时候 就把你专业你的艺术作品 去换你的生活费 我很少在年轻的时候 都不用我的作品来卖钱 你作品就现在这么年轻 就有人要买 那你就会变得比较不敏感 我相信大部分艺术家 都会同意我这句话 回台之后 辗转在2008年到台东定居 自己设计搭建画室 屋内屋外 都是江贤二的小巧思 他说回到台东 让他觉得可以画画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原因我想是年纪轻的时候 一直在为了自己的生活 为了自己的艺术 在奋斗的时候 根本没有心情享受那些 到现在觉得每天起床 常常跟我太太讲 还是很幸福 我可以每天看到这么好 这么漂亮的海 这么漂亮的花 这么漂亮的颜色 还可以每天一大早起床 我们五点钟起床 就可以想急着到画室去创作 那我觉得当一个画家 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江贤二2011年在台东创作的 《笔西里岸之梦》系列 让他的艺术成就再攀高峰 颜色鲜艳夺目 不局限在画布的框框里 自由奔放 改变这么大阳光大海是关键 在海旁边的颜色 因为海反射起来 阳光反射起来 那空气颜色就不一样 特别丰富 所以很自然的 我这几年的东西 除了颜色很鲜明 除了那边美丽的大自然环境以外 阳光是最重要的 在我们的莲花池也对应一样 我花很多精神 设计了一个 鸳鸯 那一堆鸳鸯的水上热源 就是给他们住 你这鸳鸯会飞走 你如果所以都要一个房子 那通常我是把这一 这一件作品 他的房子当成艺术品 当成地景艺术来对待 江台东画室打造成地景艺术 江贤二从平面的抽象画 延伸到立体的装置雕塑 画室屋顶上橘红色 扭曲状的钢雕作品 是江贤二与太平洋的对话 真的要感谢台东这个地方 给我远远不远的创作灵感 跟企业的生命经验 所以我会大部分的精神都在台东 回馈给台东这个地方 这是我以后会做的事 走过近半世纪的创作 艺术家在不同城市流连 吸收创作灵感 而最后归属宝岛台东 因为这里始终是最美的